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最大的教師協會的副會長普羅菲特 是一個自稱是馬克思主義活動家的人 不過這樣的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革命者 但是就領導著北卡羅來納州最大的教育工作者協會 引發外界爭議 拜登政府這星期將與俄羅斯達成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作為起點 目前仍然在尋求包括多邊軍備控制在內的戰略計劃 並志在要求中共政府參與控制核軍備 公開信息顯示 多國央行今年將會繼續推進數碼貨幣應用 而中國央行主導的數碼人民幣 已經開始大規模實際應用測試 多名專家對此發出警告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黃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據美國國家脈動2月3日報道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最大的教師協會的副會長 普羅菲特 是一個自稱是馬克思主義活動家的人 他與一個遵循馬克思 與毛澤東教義的社會革命主義組織解放之路聯繫緊密 不過這樣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革命者 居然領導著北卡羅來納州教育工作者協會 引發外界爭議 該協會擁有4萬3千多名會員 年收入超過800萬美元 普羅菲特曾經擔任達納姆教育工作者協會主席 並在2004年至2015年期間擔任教師 還在達納姆公立學校當中獲得了年度教師獎的入圍資格 然而在課堂之外 普羅菲特曾經公開表示 說自己是美國的革命社會主義者 並堅定地致力於促使美國國內向社會主義轉變 普羅菲特所支持的革命社會主義組織解放之路 還將共和黨人看成為主要敵人 更重要的是 該團體透露 他遵循的是毛澤東的教導 從毛澤東那裡學到了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的方法 進行鬥爭 範圍進可能廣泛和包羅萬象 並真正挑戰美國現行的制度 外界更注意到 普羅菲特為解放之路撰寫了白皮書 希望這些白皮書能夠鼓勵更多的年輕人 參與到關於組織和建立革命運動所需的對話當中 書中寫明 你們是解放之路的年輕領袖和左派 這是一個革命組織成員遍布美國各地 他還談及針對學校的特殊意義 他說 和社會運動組織、社區組織、工會、學校和革命組織的人 建立一個共同項目或者運動 我們需要更多的基地建設 更多的群眾運動 他甚至堅持認為資本主義必須消失 並呼籲建立一個革命黨 昨天 根據政府高級官員透露 拜登政府這個星期將會與俄羅斯 達成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作為起點 目前仍然在尋求包括多邊軍備控制在內的戰略計劃 並自在要求中共政府參與控制核軍備 美國駐日內瓦聯合國大使 兼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雙邊協商委員會美國專員羅伯特·伍德 在聯合國的軍備管制談判會議上發言 呼籲進行新的軍備控制計劃 以涵蓋更多的武器 並最終包括更多的國家 他表示 美國還將會尋求使中共參與核軍備控制 並減少風險 今星期三 美俄兩國宣布雙邊軍備控制條約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將會正式延長5年 直至2026年2月5日 這個條款在奧巴馬時期談判達成 拜登支持該條款 但在此之前 川普政府曾譴責該協議只是包括美俄 而對中共不進行任何約束 與此同時 中共政府不斷隐蔽地發展核武器 構成極大威脅 而中共政府長期以來拒絕參加 任何關於軍備控制的協議談判 在時任川普政府期間 北京政府代表拒絕中俄兩國的 核武軍備條約談判會議 在會議當日 美方工作人員故意在空座位上 佈置了中共國旗標誌 以表達對中共拒絕與會的抗議 除此之外 這星期美國四星海軍常將查爾斯·李查德 贊文警告說 中俄兩國的核武威脅已經不可忽視 美國必須做好應對中共或俄羅斯的核戰爭的準備 同時尋求壓制戰略武器使用的方法 李查德說 中俄兩國具備迅速升級為涉及核武器的衝突能力 這意味著國防部必須開始重建對核武衝突的概念 公開信息顯示 多國央行今年將會繼續推進數碼貨幣應用 而中國央行主導的數碼人民幣 已經開始大規模實際應用測試 多名專家對此發出警告 根據國際結束銀行一份最新研究報告顯示 其2020年4季度向全世界65間央行發出的調查問卷顯示 有86%的央行表示 正在對中央銀行數碼貨幣進行研究或實驗 國際結束銀行認為 在未來三年內佔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國家的央行 很可能發行通用的數碼貨幣 歐洲央行官員也紛紛表示 將會持續推進對數碼貨幣的研究 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公開表示 正在推動數碼貨幣的工作 2月5日據美國之音報道 曾經擔任法國油證銀行中國電子支付 與電子商務部門總監的馬路明表示 中國的流動支付技術在其他國家比較常見 這個技術的安全性正越來越引發外界關注 曾經在川普政府時期 擔任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的納迪雅·夏德羅 近日和人合作撰寫文章 說金融科技是中國的特洛伊木馬 文章指出北京將會利用金融科技 占據全球商業的製高點、強化監控 並為挑戰美元的世界儲備貨幣地位奠定基礎 而微信支付寶將有可能成為 未來人民幣數碼貨幣的載體 專家警告北京當局可能通過人民幣數碼化 讓流動支付成為政府監控人民 甚至是以金融手段打擊異己的利器 這個影響一旦延伸到中國之外 中國支付科技的安全性將會受到重新審視 正是因為人民幣數碼化 將會增強中國央行的影響力 分析人士擔憂 北京當局將可以借助央行實時 直接地干預現實生活當中的金錢往來 甚至借此打壓異見人士 新美國安全中心1月底 發布了一份有關中國數碼貨幣 和極權統治的報告 指中國央行的數碼人民幣 和中共政府的極權統治配合 對更廣大群體進行監控 同時 這個亦是一次對全民財富的清洗 包括普通百姓 中產階級和達官貴人 北京亦希望借助人民幣的數碼化 加速人民幣國際化 完成讓人民幣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目標 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點讚 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按讚或订賞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